一人林采提自三年前离婚后 直到今年4月才公开恋情 仍爱小两岁的男友 然男友却因为她过去的言论 而误会了她的人格 林采提过去曾自曝 有人想要保养她 还开出了一个月50万的价钱 她向三立新闻网透露 男友因为这件事 而一直以为她是拜金女 直到两人当面说开才解除了这个误会 值得注意的是林采提日前受访时透露 目前暂时没有踏入婚姻的想法 因为结婚了也有可能会离婚 虽然她不排斥再婚 但也没有一定要结婚 希望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不过林采提也透露 自己并不排斥生小孩 因为孩子们实在是太可爱了 笑称如果自己宣布喜讯 大家不要感到太意外 中文字幕并且 voy根捧场 1940AL年 亚 Dolly 未经许询 正